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汽人汽运,日式推文 何者今天讲道真话的日式推文 话说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有个叫《大金龙》劇剧 现在很有威的 有名的《夏果罗家宝》 做第二小舞 女玉郎丹班 跟谁做呢 跟那个花旦王上海妹做 你猜做什么戏呢 做《西施》 前面女玉郎先做 谁做呢 饭礼 做完饭礼 那场月王丸 就做了月王丸赖那场 那美场呢 现在叫《梦湖泰湖》 那叫《西湖泛洲》 《梦湖泰湖》那场 那人被罗家宝做 罗家宝和花旦王上海妹做 哇 那不是好东西 正人花旦 花旦王拉上海妹 拉着那身子的罗家宝 做《梦湖泰湖》 就做完一场戏了 那我交捕灭店了 今晚我跟《花旦王》 做戏是吧 谁知道入场 他老爸 打螺蜀 罗家宝 臭小子 劈头劈他 你干什么呀 那他干什么 我做戏了 喂 《梦湖泰湖》 叫你行船啊 行船啊 好像行船的样子啊 你看你 更惨过行船 那是啊 行船 一般行船 有个 程式的嘛 一边要 啊 遥船 是吧 这样去的嘛 那些行船 行 散步啊散 你是不是做戏啊 你 翻两下割草啊 你臭小子 翻两下割草叫他 喏 戏班是这样的 师傅骂徒弟 没人敢出声 何方老爸骂仔 罗家宝骂罗家宝 打螺蜀骂罗家宝 谁敢出声啊 一出来就聪明了 那你又可以回家做老太爷啦 拿着枝打螺蜀探世界啦 他打螺蜀即是他的大烟筒啊 他说即是意思是说 如果哈哥一出来就做文武生 就这么行的 用不着学习做 你不用做的 你回去享受的啦 这么说 是不是啊 喏 这些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老一辈的介绍家 对我们的年轻人 真是很爱护的 又说明什么呀 打螺蜀啊 薯叔 对他儿子 是很严格要求的 若果没有薯叔这样要求 哪里有后来哈哥这么窄啊 乐剧传统 戏与戏人 拜拜